知道空心菜怎样做才能翠绿不发黑吗 今天这个做法特别简单 不用焯水也不用过油 做出来比饭店里还好吃 空心菜去掉根部切成段 然后撒上食盐 倒入适量的清水 浸泡个十分钟 再换水清洗几遍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虫卵和脏东西 我每天都在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您就给我留个关注吧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 碗中加一勺开水 加盐鸡精 白糖 搅拌均匀 这就是空心菜不发黑的关键 锅中油热放一块猪油增香 加蒜末 红椒丝 放入洗净的空心菜 倒入调好的料汁 大火翻炒至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的空心菜不但翠绿不黑 还特别的清香爽口 学会了你也快去做起来吧